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那我們現在要吃午餐啦 吃午餐我們在 沙格廟附近 找了一間 也是網路上推薦的 因為他們以前也被法國殖民 所以它是一種 老鵝菜但是是一種 法式餐廳的那種吃法 就是看起來有點高檔 那這一家呢 它就是這個名字 它叫 Kwak Lao Restaurant 好像是這樣唸吧我也不知道很清楚 反正就是這一家 它就是一棟獨棟的別墅 然後門口有一台老爺車 走過基本上你不會 不會miss掉 然後呢就走進來 它裡面也是很漂亮 然後就是以前的別墅 改的 好我們餐廳在一樓 趁進來 這樣 漂亮吧 那我們就吃這邊 上菜啦 我們點了一套 基礎的空心菜 然後有一碗白飯 然後呢這個是紫米飯 然後這個是糯米飯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主食 所以我們就各點一個 然後試試看 一定是沒有我再點 所以不彩雷 真的 因為豬皮沒說話所以不彩雷 這個是點了一個炒雞肉 炒雞肉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牛肉 大概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牛肉來了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的最後一道菜 是炒牛 乾烤的牛肉 看起來好像有點老 好像有點乾巴巴的 豬皮吃一口吃吃看 來來來來來 給你採 太硬 要不要沾沾沾個醬 超硬是不是 哇咧 好吧他是不是跟柬埔寨牛是一樣 很乾乾的 東南亞牛 好吧 那以後再也不在東南亞吃牛肉了 我們吃飽了 吃飽囉 結果我們剛才吃的還算蠻省 還蠻便宜的 其實不貴 一個人150 對我們 我們是 一個人大概 吃下來算台幣大概150塊 對 蠻便宜的 然後當然當然我們點的算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點的比較少 大概三道菜 然後三碗飯這樣 但也是 也是吃飽飽 對啊 然後 不推薦大家點牛肉 很乾 很乾很硬 你可以點雞肉 可以點豬肉 就不要碰牛 他咬的嘴巴很痠 對 然後其他的都還算蠻好吃的 還不錯 那我們 下一個景點 飯後散步囉 走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呃 寮國的凱旋門 然後呢 他特別的是他 他其實長的就是 樣子有點像法國的凱旋門 但他的設計上都是 他們寮國元素 東南亞元素的凱旋門 然後當初他們在蓋這個凱旋門啊 他這個凱旋門的經費呢 是原本美國軍隊 美國要來贊助他去蓋機場 然後他挪用這個錢去蓋一個凱旋門 啊這個喔 所以他機場很小 他挪用部分的錢來蓋這個凱旋門 為什麼他要蓋這個凱旋門 呃 主要是紀念在二戰當中 就是 呃 暫時的那個 就是寮國士兵這樣子 對 就是二戰他們也是有在打 哦 那就是東南亞是打一打這樣子 哦 對對對 他的凱旋門很四方耶 對啊 有沒有 他是一種四方形的凱旋門 他不是門型的 他是一種聽型的 嗯 情況像法國 但他的那個 裡面要設計頂設計都是兩 不會啊這種柱子有沒有 嗯 然後還有這種這種頂 有沒有這個頂 嗯 這都是法式設計啊 因為他的頂還蠻好看裡面 對這個頂也是 裡面的頂看起來也是法式設計啊 對 只是是 就是 雕的東西是東南亞元素啊 哦 但這種窮頂是 歐式的 哦 哦 好像不錯 有太多了 哦 挺漂亮挺漂亮的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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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好厲害喔 這是這種二條車 嘿嘿嘿 嘿嘿 哈嘍 OK 那我們到了下一個景點 這裡叫做塔鞍 呃 塔鞍呢就是前面這個 金金的這個 金碧灰 對 它就是一座設立塔 哦 它呢 呃 據傳啊 它建造呢 最初的時候呢 是在公元前三世紀 這麼久 對 非常非常古老 可是這個會不會也是 就是 就轟炸了之後 沒錯 沒錯 這個最後的修復 是以二十世紀以後才修復的 因為已經被轟炸過非常多遍了 哦 它一開始呢 是在 就是公元前三世紀的時候 印度的那個孔雀王朝 哦 蛾玉王 有沒有 它派遣的使節呢 來到了 就是寮國這邊 嗯 然後呢 帶著 釋迦摩尼的佛骨 哦 據說是胸骨 哦 然後呢 就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它這是一個設立塔 哦 就是那個放設立子的那種塔 對 然後 但是呢 後來呢 經過了多次的 多年的戰亂 早就摧毀過很多次 然後又蓋回來 又摧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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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現在看到的是 已經是 就是19世紀以後 二戰後 在重建的 對對對 因為二戰的時候 它也被轟炸 也被打爛了 對 就那個時候 泰國跟 他們這邊是法國殖民嘛 泰國跟法國有打仗 對 就有轟炸 所以就也都沒了這樣 後來再重建 重修的 就這樣 金碧輝煌的塔 這裡也要門票喔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他們這個塔鑾 其實就是 遼國人 對於這個 塔鑾寺的這個塔 這個大金塔 是非常敬重 他們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而且呢 他們的國徽 遼國的國徽上面 就有這樣的一個金塔 這就是在國徽上的那個塔 就是塔鑾 對 就放在中間 它的國徽圓形就放在中間 這樣子 對 給大家看 其實就這樣的一個金塔 那如果進去的話呢 就是要三萬塊 嗯 其實 東三萬西三萬 也不少咧 豬皮 好熱喔 好熱喔 超熱的 這個天 曬得受不了 哈囉 各位 嗨 嗨 現在 傍晚啦 夕陽十分 五點多 剛下午太熱了 然後我們去玩那個塔鑾以後 就先回飯店 先躲一躲 撤退一下 不然太熱 然後 那 現在呢 我們就傍晚啦 太陽也快下山 沒那麼熱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就走來這個 湄公河畔 給大家看一看 對呀 看看夕陽 看 這就是湄公河 好吧 湄公河應該是也沒什麼 太特殊啦 我們這節目在看過好多遍 哈哈 天天都在我家門口 這就是湄公河 然後對面那邊 看到嗎 河對岸就是 泰國囉 欸 那邊就是泰國的 蘭開埔 對 那 這個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個 遼國的 永禎 永禎這個地方呢 它是全世界 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唯一喔 我忘了是不是唯一的 唯一一個就是 它的首都是 設在邊境 喔 就離這麼近 就是隔壁國家了這樣 就這個隔壁 隔壁國家 所以說起來其實 就是 就以國家 國防安全上來說的話 是挺不安全的 哈哈 對不對 你在那邊架個炮彈 隨便可以往這邊打 往首都打 對啊 所以 但是呢 他就是 換句話來講 他基本上 遼國到 目前為止都可以算是 泰國小弟 哈哈 對啊 就是對面是他大哥 所以他大哥不會打他啊 那還可以接受這樣 對 我們就可以過去了 就回到泰國了 對 過去我們又回到泰國了 對啊 我千證不讓過 其實蠻美的 嗯 對喔 河水其實蠻乾淨的 大家看 是透的 只是因為 水下面是泥 所以看起來烏烏的 對 美工賀 你看這裡算上游對不對 美工賀算是比較上游 就 水還算很清澈 到柬埔寨那邊下游的時候 就 就全是沙了 對啊 那邊我不知道在燒什麼東西啊 燒的 鹽黑黑的 這裡是不是有魚抓 我看有魚殺好多魚 對啊 應該有吧 湄公河這麼大 總是有魚了吧 嗯 對啊 還不錯還不錯 呀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吃夜市了 夜市 吃 永珍夜市 嗯 對啊 去夜市看看有什麼好吃的 啊 我們現在到了 永珍夜市 嗯 對啊 很大喔 對 夜市很大很大喔 前面都是一些賣衣服啊 賣鞋子的 像這樣 100塊 然後 後面才有一些吃的 我們就東逛逛西逛逛 哈囉 哈囉 這個夜市好大 早很久了 還是沒看到吃的 對啊 我們已經走了 五分鐘了吧 哈哈 往同一個方向一直走走五分鐘 還沒看到任何吃的 全部都是 都是 對都是賣衣服的 不是啊 不過現在看起來賣衣服的 慢慢要減少的樣子 賣一個小公園 賣拖鞋 一雙四十塊便宜吧 真便宜 老蝸物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這邊找到我們親愛的兩隻 這一雙六十 六十我覺得可以啊 對啊 真是不貴 嗯 嗯 我們終於找到了 結果其實我們走錯方向 哈哈 他給錯標點 對啊 Google上面標點給錯了 他給好多個標點 東邊西邊左邊右邊都有 結果猜錯了 好吧 那我們先來看看 看那邊有感覺有炸彎丸 炸彎子炸串串 然後炸不知道什麼東東 然後這邊 感覺好多吃的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有什麼吃 走 喝椰子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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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水 給你們猜這個多少錢 但你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你剛剛沒有錄啊 喔 好吧 這一杯兩萬 兩萬 兩萬 大概四十塊台幣 四十塊台幣 四十塊台幣 OK 走 五千塊的 嗯 不知道好不好走 串串 呦 海鮮 但他們這沒海啊 有鮮嗎 還是進口湖 這是麻辣串串的 真的耶 這是 這是 辽國麻辣串串 香菜我多愛 媽媽麵 這也差不多 這是那種 那種 那種 烤串烤串 我也要一個杏鮑菇 好 然後你要吃什麼 喔 我要一個腸 幫我拿 一個大腸小腸 小叉 你也要嗎 我要一個丸子 喔 那你的丸分為一半 然後再一個 這個是高麗菜培根嗎 還是白菜培根 應該是白菜培根 一個 好 這樣差不多了 瓦肉 你要什麼肉 你要什麼肉 那是 豬肉 然後 然後 這是肥的比較多 然後 What is this Chicken No P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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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是瘦的比較多 對不對 嗯 那我吃瘦的好 嗯 肥的不要 好 給他 嘿嘿 我們猜一下我們這一頓花了多少錢呢 這串串 就是 六萬塊 一百二十塊 一百二十塊 很便宜耶 好幾串 很多串 至少 六七串 六七串 六七串應該有 而且 有肉有菜的 嗯 今晚滿足 好 好 那我們坐旁邊吧 好 坐吧 找位子坐 哇 串串 來了 它有淋一種醬喔 對那個醬好難馴用喔 我不知道是怎麼加 你吃吃看 有點辣辣的味道 像那個 黑胡椒醬 然後加一點辣椒的感覺 那個味道 這邊有一種台式烤肉的感覺 呵呵 好吃嗎 我吃個 我吃個完一個 我吃豬肉咧 我們在最下面 有肉 這麵 這麵 有辣味 這麵 我覺得它這個 他拿火鍋底料 有沒有一種 好像 麻辣 麻辣火鍋的那個味道 因為我跟妳講 我看到他冰箱 有一包火鍋底料 哈哈 好猛喔 欸 蠻好吃的耶 而且這樣會很鱉魚 麻辣火鍋串 火鍋火鍋 火鍋火鍋 可以吃 開動開動 真的很辣 我跟你說 可是很香 好吃 好吃 但真的很辣 嗯 嗯 超爽 超爽啊 忽然覺得有這種吃麻辣火鍋 對 麻辣串串 嗯 但是它又不完全只是火鍋底料 嗯 它有加一點 其他的東西 就黑胡椒醬之類的東西 對 很香 但是 真的很辣 怕辣的朋友請注意啊 嗯 怕辣真的無法 好吃 嗯 哈嘍 哈嘍 我們剛才點了 那個串串 喔 它真的好辣 你看嘴都紅了 唉 唉 超辣 啊 超辣 但是是很好吃的 好吃 但真的太辣了 如果你 不敢吃辣的 真的不要輕易嘗試 喔 我還以為老二人不太吃辣 第一天下就給我們上了一課 呵呵 喔 很猛很猛 好 那我們今天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啊 我們明天就要去做中療鐵路 我們要去萬隆了 嗯 那是我們在老二第二個城市 OK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啊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哇 好啦